对于女人来说还是对于情侣来说 爱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仪式感受吗 我觉得两个人刚结婚的时候重要 你们在哪办呢 我没有办 是不想那么大张旗鼓的 因为现在也是在演艺圈嘛 然后就我们年纪比较小嘛 那个时候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梦 今天是8月8号 我们来聊聊明星八卦 宝平安好不好 今天呢 这个董子剑和孙姨这对啊 官宣离婚了 原来官宣离婚了 然后我就发现阿梦 真的可以开一个明星娱乐 娱乐明星离婚的专场 所以你想想这个频道 关注过多少多人明星离婚 大S 王小飞 这个佟丽亚 陈思成 还有谁 安朱拉 贝比 黄小明 反正这一两年 这个官宣离婚的好多哟 真的不差这一对是不是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聊他们呢 就是我就发现啊 这个好多对明星离婚啊 都逃不开这个 婆婆或者丈母娘 就这件事情 哎 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啊 就是你说这个董子剑和孙姨两个人 其实也还好吧 不是那种超级大咖 不温不火吧 对吧 但是这个董子剑他妈 王金花可太牛逼了 对吧 这个而且这个王金花一定是 我猜一定是深度参与了 这个董子剑和孙姨 这一对小夫妻的婚姻生活的啊 就像这个向泰 一定要参与向左和郭碧亭 这个大S 王小飞 对吧 中间就有个张蓝 所以我就是强烈建议啊 这个把 把这个王金花 把向泰 把还有谁啊 把这个张蓝什么的 就是这种明星夫妇的上一代 搞一起 弄一个婆婆宗 丈母娘宗艺 一定有好多人看 是吧 我觉得就是他们 老在这对小夫妻中间啊 这个婚姻关系中 占据特别多的这个 这个娱乐份额 这个是让我今天想聊的一个话题 好吧 然后我话不多说 来聊一聊 这个孙姨和董子健 就先聊聊孙姨吧 孙姨挺有意思啊 去年芒果台搞了一个综艺叫 叫 叫再见爱人 再见 今天阿蒙脑子有点不太好使啊 有的时候可能会卡壳 你们忍一下 然后再见爱人呢 讲的是几对明星夫妇 有的正在闹离婚 有的已经离了 有的就怎么样了 反正就是他们踏上旅程 然后观察室里面有一些嘉宾 然后来看他们踏上旅程 那个节目拍特别好 去年我强烈跟大家推荐 然后这观察室嘉宾里面就有一个女的叫孙姨 你不想看她都不行 就在那刹那的时候 我有点认识她 知道吧 她里面呢 就是哇 就就就就没事的 就老哭哭啼啼的 知道吧 就是比较emotional的一个女孩 感觉挺好的 然后就这老被人套话 就胡彦彦老问她说 你跟冬子杰两人相处怎么样啊 你们两个人这个结婚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 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办婚礼啊 什么 她就说我俩没有办婚礼 然后为啥没办 因为她俩太小 然后不想在娱乐圈里面 引起轩然大波 反正就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但这个今天还被挖出来了 就是她俩都 你想 今年宣布离婚了 五年前 结的婚吧 大概也没办婚礼 就是这么匆匆 匆匆 对 时光匆匆 然后再来聊聊这个董子健 董子健的妈叫王金花 在京圈呢 我们只认一个爷 只认一个姐 爷呢 就是韩三平 三爷 只认一个姐 王金花花姐 韩三平就不用说了 是吧 电影教父 王金花花姐呢 就是内娱的经纪人的鼻祖 第一代经纪人 我的妈呀 你想想那个时候 90年代 0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兴什么 小鲜肉啊 就偶像啊 娱乐明星什么的 那个时候都是一个一个的演员 演艺戏骨什么 像他旗下带过的人 刘嘉玲 梁家辉 这是港台一系列的 是吧 然后国内的有什么 陈道明 胡军 范冰冰 李冰冰 还有 反正就是一大堆 你数得上的 数不上的 百百合 好雷 什么的 基本上 都认他当妈 花姐 其实就跟妈一样 所以挺有意思 也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王金花在这个 内娱的这个 没有人不买他的账 没有人 不给他脸 是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娱乐地位和江湖地位呢 然后 就是 相当于这个他们家的董子健 就相当于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小太子一样 据说在这个董子健年少之时 就已经经常被他妈带到各种各样的组 各种各样什么探班什么的 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成长起来的 关于王金花这个人吧 我觉得要说他 那说一期可不够啊 可不够 只能告诉你们的 就是王金花当时的这个 作为娱乐经纪人教母的这个手段 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首先呢 他对明星呢 就真的是 无微不至的关怀 就跟妈一样 那个时候的经纪人都是保姆式的 真的是保姆式的 因为他不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来将明星的这个资源给抓住 那只能真心相对 实意相对 比如说就是圈内流传最多的 就是范冰冰刚刚拍完这个黄珠格格之后 是吧 拍完黄珠格之后 然后下一步要怎么怎么发展 然后是怎么样 然后王金花经常都会在这个明星最关键的时刻给他给予他提呼灌顶般的 告诉他应该怎么那样去做 包括范冰冰后来 对吧 就是因为长好看 然后左红毯 但是这个王金花跟他说 你不能变一个毯星啊 对吧 你还是要在娱乐这个影视圈 你得有作品 然后范冰冰去拍了什么苹果 去拍了什么手机 什么各种各样就是去冯小刚的的戏里面 当然那个时候也都是因为华谊的这一大层关系 李明冰也一样 李明冰当时去拍这个少年包青天啊 去拍各种各样的这个电视剧啊什么的 也是王金花给签的线 然后包括像好雷自己 因为好雷是这些演艺 电影明星啊 这个艺人中间第一个出来开自己工作室的人 也是因为王金花点了他一下 说你应该这么这么做 然后百百合也一样 就是这些内宇里面能叫得上名字的 一咖女明星 几乎都是王金花手底下的 非常非常厉害的人 男明星就更不用说了 好不好 然后后来这个王金花一开始是在华谊底下 做经济部的一把手 后来呢带着一堆明星去了成天娱乐 然后跟成天娱乐又闹掰了之后呢 又出来自己搞了一个十八文化 后来这个文化公司并到了北京文化下面 子公司 但是你现在去查这个十八文化底下 那个明星挂在上面呢 还是有很多很多人 所以这个娱乐江湖地位那就自不必说 好吧 我觉得一说一说多了 又说到王金花了 你说说聊董子健和孙姨离婚这事扯到他妈干什么 但是要说的就是说 这个因为王金花的江湖地位 给董子健倒是背数了很多 董子健呢就是年少成名 拍的第一部影视作品 电影叫青春派 就拿了当时的大学生最受欢迎的 不拉不拉男主角什么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走的是这个小众文艺 电影卡路比如说还拍什么少年班 少年巴比伦 反正就是因为他很年轻嘛 93年的 所以他就一直演那种 学生啊 或者是小昏昏啊 小什么什么的 嗯 反正资源就是相当相当的好 然后到近期呢 他拍的这个大江大河2 大江大河1里头演那个小杨巡 是吧 也是三个男主演中的一个 也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骄傲的战绩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所了解的王金花 然后王金花的家族 董子健 这一支 但是孙怡呢 孙怡是什么情况 孙怡是一个十八线女明星 毫无来头 是吧 毫无家族的背书 所以呢 整个这个事件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有点像是一个 年少气傲的一个皇太子 然后走到热河行宫的时候 不小心宠幸了一个 无名无姓的宫女 然后这个无名无姓的宫女呢 还怎么说呢 一下子还怀孕了 知道吧 然后那怎么办呢 当然这个 当然这个事情发生的 肯定不是乾隆年间 或者什么年间 发生在现代 那现在一定要是要对这个宫女 负责任的嘛 那要把她娶回家 娶回家生孩子 对吧 然后呢 因为对方 在十八线 好歹也是个女明星 也是个颜值可人的一个 可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所以呢 带出去也不露气 但是这两个人呢 终极还是有着这个身份地位的悬殊 这个孙姨虽然就是 你想想来到了董子健的身边 然后她的婆婆 又是王金花 那肯定就是资源都给她 在外界看来都是这个样子 对吧 但是你不能说人家孙姨就不努力 对吧 就只靠着这个资源来吃这碗饭 也不能那么说 但是这个女明星嫁过来之后呢 马上就生孩子 生孩子之后又哺乳又恢复什么的 像一两年两三年中间也都没有什么戏牌 但是她老公这个步履不停啊 是吧 还在耕耘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孙姨看来的话 就是这段婚姨至于她而言 到底有没有她之前上节目表现的那么好 那这个东西就只有她知道 对吧 所以阿蒙想说什么呢 就是两个人走在一起 结婚生子 那必然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那两个人不走在一起了 决定离开分手 离婚 也肯定是还是有感情存在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离婚就不好 结婚就好 我觉得都是好事 两个人都已经怎么说呢 共同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吧 然后走到这一步 你也开心 我也开心 这是个好事 但是如果从另外的层面 就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女明星 然后想要来这个董子健的家族 实现阶级跃升 想要让自己的这个阶层秩序 有一定能改变 那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它不在于说 你给这个家添了个孩子 添了个孙子 或者怎么样 你就能永远站稳你的地位 对吧 但孙怡能明白过来说 哦 原来其实我在这个家 其实有 有话语权 或者说 我在一个 一个 一个 婆婆是 经纪人 丈夫是影帝 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 走演绎之路 演绎世家 对吧 你作为一个演员 想在这里有演员的话语权 那你必定得 得是一个好演员 你必定得是一个 受人尊重的女 的女明星 或者说你是一个身价 颇高的一个女艺人 对吧 这个是你的 第一话语权的展现 对吧 你的婆婆 不管给你多少资源 你演了多少戏 也没有办法被人的 记住的时候 那 必定是示威的 对吧 你想想那个 当年热和行宫里面的宫女 虽然生了孩子 但是永远都是战战兢兢的 战战兢兢的 因为你永远很有可能都被换掉 或者 或者一个皇后 哪怕生下了嫡长子 心里面都还戚戚烟 对吧 你只有熬到皇太后 对吧 熬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皇上 就是下一届皇帝的祖母 对吧 皇太后的时候 你才真正的拥有 这个一统六宫的这个 所以这个事情就 就是很有意思 对吧 你不要以为 这个清朝发生的事情 到现在就不好使 好吧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聊到最后都不知道再说啥了 好吧 今天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可以来评论训练 留下你的想法 拜拜